国风国中第29届美术班毕业美展 3月10号到3月17号在校内首展 以疯闯益次元为主题 展出了22位美术班同学 三年来的学知成果 孩子们除了美术的专业训练 还特别关注了社会议题 包括环保、动保、和平、童工等 都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 经过三年的淬炼 国风国中美术班的学生 在艺术创作上有惊人的表现 指导老师林嘉宇表示 这一届学生更有想法 也更关心社会议题 透过美术的专业训练 加上孩子们的创意 让今年毕业展崩闯益次元 更丰富精彩 课程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分成六大类科 然后还会有一项书法类科的部分 那西化类会包含素描、水彩、漫画 然后我们还有板画跟平面设计 还有立体造型 那这一届的孩子 他们的特色是 其实很活泼、很团结 创作想法上面很有个人的独特性 这一届的孩子 他们在观察环境 然后还有就是 关心社会议题上面 他们的面向很多 就是不只是我们印象中的动饱 或者是环保 他们可能还会关心到 比如说童工的问题 或者是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 对 然后或者是最近很夯的减速的问题 海洋废弃物的问题 对 然后都会呈现在他们各类科的作品里面 国风国中校长刘文艳 也欢迎大家到学校来为孩子们交打器 本次的作品题材非常丰富 就是刚才来宾有去楼下先看过的 很跨了八大类 308件的作品 我们的孩子们都观察得非常细合 他会融入人文 人文关怀的这个理念 那人文关怀这个理念也符合现在 联合国SDGs 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很多的指标 这是学校在做跨离教学学 带给孩子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老师们 学校老师们呢 也在进行专业的引导之下 你可以发觉到 待会去观察的时候 每一件作品 孩子们 他都展现出他自己独特的艺术观点 毕业生陈子言喜欢美术 更喜欢小动物 在他的作品当中 可以看见对生命的珍惜 也看到他对艺术创作的努力 因为我从国小都就很喜欢美术 而且我对这部分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就决定上去考考看国风美术班 然后很高兴经过一些老师的协助 能够考上这里 然后在这里也学习到了很多 我的作品大多都是有关动物的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 因为我们家有养一只虫物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动物类的创作 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许你这次的作品 我这次动物们的有关的作品 大多是有水墨 然后树苗 对大部分都是这类的虫 国风国中第29届美术班毕业展 3月10号到3月17号在校内举办首展 欢迎大家前往学校 欣赏孩子们的杰出表现 也给同学们更多的掌声与鼓励 这对会欢迎室报道